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北宇女中树立明老师 这一段我们要再讲解一些 历届的有关信赖区间的题目 来首先你要看我们看第一个 是98年学测的试题 题目很长对不对 这时候这一道题目呢 其实是信赖区间 融入我们这个教材当中 第一次命的题目 所以当年的答对率 听说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来看难度在哪里呢 他告诉你 有某一家厂商 他说他委托甲义两个机构去调查 这个地方的居民 听过某一样产品的知名度 如果听过就代表 他知名度是高的 来 分别做完 他告诉我们信赖区间 甲是0.5到0.58 乙是0.08到0.16 怎么差这么多 来我们要分别用五个选项 来我们看第一个选项 他说甲地 在本次的参访当中 百分之五十是人听过这个产品 那题目不就告诉我说 他那信赖区间在0.5到0.58吗 我们知道信赖区间是以 Phead为中心左右各加减两倍标准差 对不对 所以显然 那个Phead就借在0.5到0.58之间 所以0.5到0.58之间 那不就是0.54吗 0.54 百分之五十四 所以呢 这一个选项就是对的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他说这一次的民调呢 乙地参访的人数 跟甲地参访的人数来比较 乙地比较少 那你要算参访人数 是不是就要透过那个标准差 里面就有N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甲乙两个 甲乙两次的这个两地的 那个知名度的调查 不难发现 甲的Phead呢 我们叫做P好了 Phead的甲的地方 是不是刚算过了0.54 乙呢 是不是一样在中心 是不是就是0.12 关键点在哪里 这两地的那个宽度 现在区间的宽度啊 都刚刚好是0.08 也就是说一半的宽度呢 其实是0.04啦 坦白说就在告诉你说 你那个标准差 大家都是0.02 那大家的标准差一样之下 那我们又发现呢 刚刚是不是一直在强调 你的这个公式里面 分子呢 是不是如果越靠近 2分之1 0.5的 是不是就会越大 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甲 那个Phead的0.54 比那个乙呢 的Phead 来的0.2来的 靠近2分之1 所以甲的分子 比较大 可是这两个值是一样的 那不就告诉你说 你的分子 如果是比较大 啊值会一样 就代表你分母一定要跟着变大啊 所以再告诉你 我甲的参访人数 应该是比较大 宜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来 只要这个式子列出来 不难看出来嘛 我比较了分子之下 分母相对应的 也就应该变大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选项 这个的争议性最大 在这一次的调查结果 好像说可以解读 甲地全匹居民当中 有一半以上的听过 这个产品的几率大于95% 同学们只要记得一句话 什么叫信赖区间 我们只能 我们只能怎么解读 我只能说 我有95%的信心 我的信赖区间 会涵盖真正的那个知名度嘛 我只能解读这样 你只要发现 跟我刚讲那句话 意思不同的 就马上是错 就像这一道问题 我说我只能解读 我有95%的信心 我的0.5到0.58 会涵盖真正的P值 可是它上面题目 不是这样讲的啊 你觉得老师有点像 还是不一样 没有 没有完全一样的话 就通通是错 所以当时这个考出来 有教授说 这在混淆同学 来 这个选项是错的 再来第四个选项 它说 如果以地呢 进行多次的民调 所得的知名度有95% 所得知名度是那个P-head 它说那P-head会落在这个区间 这个有同学也就被弄住了 开始回想 我们怎么解决是信赖区间的 当时那个95%怎么来的 确实我们是不是说 那个95%啊 是不是因为我每一个P-head 只要落在这一个正负两倍标准差之间 可是这个常态分布 是不是以P为中心 往左右各两倍的标准差 我95%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做出来的信赖区间 那我是不是就代表我的知名度 是不是就会落在这里 可是你想一想 你现在这个心赖区间 0.08到0.16 它的那个P值是不是0.12 你怎么知道 我的这一个母体的P值是0.12呢 对不对 所以是你随便乱讲 你觉得那个1的那个P值就猜对了 那怎么会对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好来 所以刚刚老师解释 你看有可能这样啊 你的0.12可能就在这里啊 所以错好来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选项 他说经过广告密集的宣传之后 我们在椅地呢 你在广告密集宣传 好像感觉上知名度就会提高 其实不然 你如果去观察那个某一件商品 在电视里面在做广告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们会有一个模式 刚开始会密集打广告 打了几个礼拜之后 他就会停下来 因为他知道 你在打会看到的人就是会看到 所以你怎么知道 他前面已经打得够不够多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个P值 经过再一次民调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效啊 但是他故意 其实他要考统签 他故意考你数学 他说如果我增加参访的人数 把它变成四倍 那我这个信心水准 像这个拆该产品的知名度呢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会减半 那宽度不就是告诉你说 我的标准差吗 标准差其实就告诉你 我的N 分母的N 如果变四倍 分母的N变四倍 可是我要开根号出来啊 那开根号出来 不就应该会 就会变为一半吗 好像在考你的概念 你说好像对耶 我宽度会比你减半 可是你不要被骗哦 你怎么知道它的分子 那个Phead有没有改变 如果我的Phead没有改变 那我就可以说 用数学的这个式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分子有没有改变 我的Phead有没有改变 Who knows 我们没有人知道啊 万一他真的做了宣传之后 就更多人听过呢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在骗你的 好来 老师解释 在下面其实就刚刚我说的 关键点 不知道你的Phead有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通常三四五三个选项 当时学姐学长考 都很容易算错 选错 那这一题的答案是一二 我们再来看一题吧 来 一题二 98年只考 事业 术语 来 就比刚刚那一题亲切多了 他直接 他说交一局去调查 这个高中生啊 参加社团活动的意愿 可以看到说 这表格很有意思 从高一 高二 高三 你会发现 哎 递减 真的啊 高三 高三要考试啊 谁要去参加社团 对不对 所以他告诉你 那个要参加的比例 他直接告诉你比例了 所以就告诉你说 我Phead有了 再来呢 你就说那有没有告诉我标准差 他题目有说 每一个年级呢 他都访问了1067人 你看抽样的标准 大概1000多人 那不就告诉你 你的标准差 分母N有了 分子的Phead也有了 那应该你要比较标准差 也可以咯 我们来看下面几个选项 第一个 他说学生要参加 课外社团活动的比例 随着年级增加而递减 好像对啊 对不对 刚刚好像是这样啊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来了 这个也是当时 大考中心公布答案之后 我们就发现有争议了 请问你这个是抽样 我可以说在这一组样本当中 确实随着学年级而递减 那看一下那题目的意思 他没有讲样本 他讲的好像是真正学生 要参加社团活动的比例递减 你不可以说 我是实际上一定也是这样啊 这个抽样也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选项就对 其实是错的 可是当时我记得第一时间 公布的答案 他是选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 还是统计观念还是要对 我是抽样 我不确定真实的状况 所以这个选项 老师觉得应该还是不能选 是错的 好来 换下一个问题 他说 有题目给你这个资讯 我们可以去估算 全体学生 你看 全体学生理论上抽样 我怎么知道全体学生是多少 对不对 可是他说估算 对他又没有说是真正的 所以当然要估算可以啊 你估算的准不准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一看 他说可以估算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你说怎样 你说你怎样估 其实都有一段道理出来 当然我们最简单的估算 你就想说 三个年级人数都一样啊 那可能真正要参加社团活动比例 就把他们三个的比例 加起来除以三 这就是一个很有数学化的一个估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是对 好来 那带来第三个选项 他问什么呢 如果95%的信心之下 每一个年级学生要参加 这个社团的比例的信赖区间 都可以由题目中已知的数据算出来 刚刚我们讲过啦 现在区间你已经有Phead 你是不是只要再算出标准差 那标准差 根号N分之Phead乘1-Phead 你要两倍嘛 对不对 那我有N啊 题目告诉我N是1067啊 我有Phead啊 所以不要动笔 只要脑中一闪过那个式子 马上就知道 当然是对的哦 一定可以算出来 不用算哦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对的 再来 4跟5为什么一起列在一起呢 因为他说 在95%的信心水准下 三个年级我如果去调查 以高1学生参加课外活动 社团的比例的 他问信赖区间 高1是不是最长 高3是不是最短 你看 刚刚我们说不用算 那难道这个 这一4跟5就要算吗 他只问谁最长 谁最短 那刚我们又发现 三个年级的N都一样 所以你要比较信赖区间的长短 不就要比较那个分值吗 对不对 我们那个分值 你看我这边 信赖区间的长度 因为左右两个标准差 所以合起来是不是就四倍的标准差 你也不用管几倍哦 重点就在那一个分值 谁比较大 那这个问题你会发现 大考 重复考过好多次哦 一直在考这种 Phead的乘上一减Phead的值 什么时候最大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题目有讲过 其实就是在二分之一的地方 它有最大值四分之一 谁最接近二分之一 谁就最大 所以不难看出来 谁最接近二分之一 应该是高二吧 对不对 所以高二的信赖区间 应该是最长 那谁最短呢 谁最远离二分之一 这一看那个高三的零点七八 是不是应该比最远离 所以呢就在告诉你说 整个三三年级当中呢 高二是最长 高三是最短 所以呢 这两题的选项 四是错的 五是对的 所以这一道题目的答案是 二三五 从大考这几道题目来看 还是不脱离这个信赖区间的 那个标准差的概念 所以只要熟悉这几个概念 大概你一定能破解 有关大考信赖区间的题目 同学们加油了